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室外即使影响 还是可以感觉出来 目前天气不是太稳定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今天开始呢 在经明两天 整体说起来降雨都是比较趋缓的 同时温度也会回升一点点 我们首先先来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动态 第22号轻度台风耐格呢 它其实中心位置呢 现在呢持续朝着这个西北 香港跟海南岛之间在做移动当周 它的强度呢 持续的减弱当中 所以对于台湾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 接下来呢 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在今天 东北季风已经开始慢慢减弱 再加上台风远离的关系 整体说起来降雨的状况是比较趋缓的 全台各地的温度也会略微回升个一两度左右 但是要告诉你有几个地方 其实雨水气还是偏多的 所以下雨的情形是比较明显 那就是迎风面的桃园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依旧是蛮高的 尤其在今天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部地区 降雨是比较明显 依旧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好 至于其他地区呢 局部是有机会能够看见阳光露脸 但是云量还是比较多 当然要特别提醒各位 由于连日来降雨的关系 所以山区土石是比较松动 非必要还是千万不要到山区 以免会发生危险 好 另外在温度的部分呢 北台湾在今天温度稍微的回升 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的高温 23到25度 其他地方的高温26到30度 整体而言 白天是比较温暖舒适 不过早晚的时候还是略有凉意 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0到22度之间 好 另外一个部分 依旧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的 就是呢 在今天沿海的空旷地带 还是会有强风长浪发生的可能性 务必要多留意了 接下来要告诉您的是 气象局在今天持续针对了多个县市 发布了大雨特报 好 这几个县市的网友呢 务必还是要多留意 包含了基隆北海岸 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都会有直步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接下来呢 带您关心的是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是如何了 好 今明两天天气状况蛮类似的 东北季风减弱 所以北部还有东半部的温度 会略微回升一点点 但是呢 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北部地区降雨的情况 依旧是蛮明显的 好 来看到到了这个周五开始 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到时候北部 东部温度又会下降 而且呢 也是会下雨 气象局已经预告了 在周休假日的这一波东北季风 会让天气变得更为湿凉一点点 周休假日如果有安排一些计划的话 可得要先多做留意 多小心了 好 整体说起来 到了下周一的时候 东北季风才会稍微减弱一点点 到时候北部还有东部地区的温度 会略微回升 好 其他地区呢 则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东北部依旧会下雨 同时呢 其他地方可以把握一下 阳光有露脸的机会 另外还是要多提醒 如果你是骑车的朋友 强风还是要多注意的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